欢迎您收看评论简报 台湾在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后 还会是一个维持和平的角色吗? 外交官 即将到来的台湾总统选举 引起了人们对中美关系和地缘政治的关注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 也是执政的民进党的总统候选人 目前在民调中领先 人们对赖清德此前自称为务实的台独工作者表示担忧 但他已重申 他将维持现状的意图 了解到任何台湾领导人都将被推动扮演和平维护者的角色 并避免冒险举动是很重要的 这对于台美合作以及应对中国所带来的挑战至关重要 美国的战略是让中国领导人感到 他们仍有时间和空间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 以免中国采取军事手段 台湾归属于中国共产党的统治 违背了美国的国家利益 限制任何台湾总统朝向独立发展的因素包括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力量及其威慑效应 以及台湾公众认识到需要防止与中国发生战争的必要性 大多数台湾人民更倾向于维持现状 总统候选人偏离多数人的意见的可能性很小 陈水扁推动独立的尝试就是一个例子 美国应该认识到台湾及其周边环境 并关注一个自信的中国的行为 而不是民主的台湾 易富贤 中国房地产艳色糊和一胎化政策是双胞胎 易富贤 大国空巢作者 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研究员 自由亚洲电台 中国房地产总市值超过美国、欧盟、日本的总和 甚至超过了整个美国债券市场 2021年中国恒大地产爆雷 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的开始 截至2022年底 恒大负债总额达2.4万亿元 2023年8月在美国申请破产保护 另一家房地产巨头碧桂园也面临流动性压力 中国的房地产艳色糊随时有溃绝的风险 被错误耕地数据吓出的独生子女政策和耕地红线 那么中国房地产艳色糊是如何形成的 其实其根源与独生子女政策是一样的 1980年官方宣传 中国已占世界7%的耕地 养活着占全球22%的人口 因此既要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以控制人口 也要保护耕地 当时认为中国的耕地只有14亿亩 人均只是印度的40% 但是1996年经过卫星摇测 发现中国的实际耕地有19.51亩 其实影响粮食产量的因素很多 耕地多并不意味着粮食产量多 比如2022年 中国的耕地面积只是印度的82% 但粮食产量却是印度的2.1倍 2022年中国的粮食有17.6% 是来自进口主要是大豆 并不是因为耕地不足 而是因为农业政策和国际市场体系 其实中国的粮食增产潜力巨大 第一 现有耕地还有增产的潜力 中国的股物平均奴产 已经从1980年的197公斤 增加到2022年的425公斤 如果今后奴产能够达到美国现在的水平 那么粮食还将增产30% 第二 中国科学院完成的调研成果显示 中国还有8亿亩厚备耕地资源 其中40%具有较好开发条件 第三 中国有20亿亩的沙漠和沙漠化土地 如果在部分地区推广滴贯和改造土壤 耕地还将大为增加 比如昔日的布毛之地毛乌素沙漠 正变成卧野良田 中国60亿亩草原 超过了印度国土面积 目前对食品肉乃制品的贡献度还很低 潜力巨大 并且室内农场 白色农业 微生物将接杆转变为饲料的推广 也将大幅增加粮食产量 其实人均粮食并非越多越好 过多会导致肥胖 糖尿病 心脑血管疾病等疾病和高医疗成本 比如在发达国家中 人均每天膳食摄入的热卡 脂肪 蛋白最低的是日本 最高的是美国 但寿命最长的却是日本 最低的是美国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年鉴2022 中国人均每天膳食摄入热卡 蛋白已经远高于日本 而与英国 澳大利亚等国相当 被篡改的人口数据和房地产泡沫 中国2000年 人口普查显示 生育率只有1.22 意味着下一代人口减半 耕地被低估 粮食增产潜力大 而人口又将减少 那么 理应停止计划生育 并放宽城市用地 但是2006年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组 却将生育率篡改为1.8 预测总人口将 在2033年达15亿峰值 建议继续实行独生子女政策 并保护耕地 于是 1015规划以1.2亩人为标准 设定18亿亩耕地红线 严控承建用地 中国城市建城区 全部以超过1万人平方公里 进行规划的 比如 国务院批准2020年主城区人口 承建用地万人平方公里 重庆7561 郑州450400 襄阳170-153 衡阳130-120 新乡155-140 2000年以来 中国在快速城镇化 尤其是由于所有的资源 都向大城市倾斜 导致年轻人口快速涌入大城市 以深圳为例 2010年国务院批准的 2020年城市规划是 常住人口建设用地 控制在1100万人 890平方公里以内 但是2020年普查显示 实际人口达1756万 而城市建城区 指956平方公里 每平方公里1.8万人 其中 福田区高达2.7万人 上海洪口区 黄浦区 和广州月秀区 每平方公里 甚至高达3.1至3.5万人 而美国芝加哥 费城 迈阿密等大城市的 中心城区 每平方公里 只有4000多人 建城区 则只有1000多人 2021年 中国城镇化率 达到65% 其中25% 生活在县 镇 40% 生活在城市 但是城市建城区 总面积 只有6.24万平方公里 0.94亿亩 只占0.65%的国土面积 当然导致高房价 而中国在实行 二孩 三孩政策后 即便依照官方夸张的数据 人口在2022年开始负增长 峰值只有14.1亿 笔者论证 实际人口只12.8亿 到2050年 将降至10亿 那么以1.2亩人的标准 14.1亿 12.8亿 10亿人口 只需要16.92亿 15.36亿 12亿亩耕地 可以增加数亿亩土地 用于城建 笔者在《大国空潮》中指出 即便中国的城市 全部以芝加哥的人口密度 进行规划 也是有足够的土地的 那么房价将大幅下降 18亿亩耕地红线 导致城市人满为患 造成中国人口太多的假象 为继续计划生育提供了依据 人为造成的土地稀缺 也为土地财政铺平了道路 中国政府在经济学者胡安刚等人忽悠下 实行分税制改革 财税向中央政府集中 减少了地方政府可支配的财政资源 于是 卖地成为地方财政的重要来源 而独生子女政策 降低家庭刚需 抬高储蓄率 中国又缺乏其他投资渠道 于是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 无视学者的预警 笔者在2013年版《大国空潮》一书里 从人口角度预警了房地产套末 2015年1月 笔者和北京大学国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苏建卫方正证券做了一个行业报告 预警房地产危机 几十家媒体做了报道 其中人民网的标题业内报告 人口红利终结 中国房价倒顶 2015年环球时报发表笔者的《中国城市人满为患》 归因于人口理念错误 建议增加承建土地供应 如果当时在房地产上踩刹车 是可以避免房地产泡沫的 但是中国当局无视笔者的预警 在房地产上继续踩油门 原因之一是 林毅夫、李道奎等官方经济学家 预测中国的经济 在今后几十年内有年增8%的潜力 今后经济总量将是美国的两三倍 但是中国的经济增长率 在2012年开始减速 为了实现所谓的潜在增长率 就拼命投资 尤其是投资房地产 于是 2015年开始 房价一路狂飙 比如2022年底 北京、上海、广州 深圳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 分别是2014年底的1.73倍 1.81倍 1.80倍 1.97倍 其实 笔者在2004年到2010年反复指出 2012年将是中国人口和经济的拐点 2012年后 中国经济增速的下降 是因为劳动力负增长和人口老化 潜在经济增长 并没有主流经济学家预测的那么高 过度投资 其实是透支今后的增长 也会造成巨大的泡沫 现在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价值是 GDP的4倍 而美国只是GDP的1.6倍 日本也只是2.1倍 房地产行业 占中国经济活动约四分之一 和家庭财富的三分之二 中国政府面临两难 如果房地产艳色糊垮塌 除了将导致经济减速 地方政府债务危机外 还可能将冲毁中国的债务市场和银行系统 甚至引发全球金融危机 如果继续加固艳色糊的堤坝 年轻人将买不起房子 生不起孩子 民不聊生 将导致人口崩溃 日本的生育率在东亚地区最高 原因之一是其房地产泡沫 在1990年破裂了 因此房价相对较低 现在中国的总人口已经在负增长 尤其是28至37岁购房年龄人口 在快速减少 房地产的艳色糊溃绝看来难以避免 为什么共和党对中国如此着迷 纽约时报评论版 据彼得 贝纳特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称 共和党将中国视为美国的主要威胁 这是根植于长期保守传统的 贝纳特认为 共和党对中国的关注 源于一种历史上的精神父权主义 这种传统延续到了现代 在冷战期间 允先的共和党人将中国视为真正的威胁 而不是他们认为是分散注意力的欧洲 那个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中 许多人要么是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子女 要么曾经担任过传教士 这段历史有助于解释 为什么普通共和党人比民主党人 更重视来自北京的威胁 贝纳特认为 如今的共和党人将中国视为一种文明威胁 尤其是在种族方面 该党的基础选民 包括白人福音派 对中国政府怀有强烈的敌意 这种对中国的关注时许多人将共和党人称为孤立主义者 然而贝纳特认为他们实际上是亚洲优先主义者 共和党回归亚洲优先主义是有问题的 因为该党内部的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崛起 对白人基督教权力构成威胁 是时候与普京进行谈判了吗 纽约时报评论版 这一集的观点之争 讨论了乌克兰持续不断的战争 以及美国应该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主持人还讨论了 为什么共和党似乎更感兴趣入侵墨西哥 而不是保卫乌克兰 他们还带我们回到了一个充满魔法师 和又 NTVRATS的神奇国度 G7成为强者 外交政策 由美国 加拿大 法国 德国 意大利 日本和英国组成的七国集团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 和中国挑战自由国际秩序之后 成为一个充满活力的联盟 七国集团处于捍卫民主社会 和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 全球努力的政治中心 它的作用是促进主要民主 利益优官方之间的团结和协调政策 建立联盟 并塑造全球叙事 在一个四分五裂的世界中 七国集团在保护和推进自由民主方面的作用 越来越受欢迎 在一个拥有最大联盟的一方 将在改写贸易 技术 金融 安全 能源和环境规则方面 战上风的世界中 七国集团建立联盟的能力 至关重要 七国集团为民主国家提供了一个平台 以加强安全合作 并与全球南方的摇摆国接触 七国集团最成功的是 作为一个包容性俱乐部运作 利用其在亚洲 欧洲和北美的三边网络 建立符合民主国家共同体长期利益的联盟 中国作为一个系统性竞争对手的崛起 强化了G7作为中国与其民主对手之间 地缘政治竞争中协调实体的重要性 在今天的国际象棋游戏中 G7通过协调行动 和将玩家添加到他们的团队中 为世界民主国家提供了优势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 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 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举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 六度brave.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 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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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